寒流发威 河欢山上午飘雨又刮抢风 温度只有6度 有热情追雪的机车组前一晚就各自从台北 桃园跟台南冲上山 但是没有迎来雪景 只有飘雨 天气又湿又冻的 每个都说好冷哦 决定提早下山 那么开车的游客早就把武岭停车场挤得满满满 准备要长期抗战等下雪 入冬地步寒流发威 中部追雪胜地 南投河欢山从16号就涌入大批民众上山追雪 从桃园骑上来 只是真的还是要保暖 因为上来真的很冷 一大群人冒着风雨 骑车上山没追到雪 反而只追到飘雨 还有一整片雾蒙蒙 天气又湿又冻 心情难掩失落 我们从台南骑过来的 非常冷 而且很累 里面穿了发热衣 发热衣 还有这四个人前一天晚上七点从台北 桃园 台南 到台中会合冲上山 结果没迎来雪花 雨倒是临了好一阵子 也决定放弃提早下山 有预计什么时候要下山吗 就担担 我要回去睡觉 然后为了 后悔了吧 没有没有后悔 没有后悔不会后悔 而有民众追雪 竟追到车子掉掐 无奈全写在脸上 目前初步拆车是皮带断掉了 烧坏 等到路救援 等师傅联拢 放眼望去 五岭停车场已经全部挤满 冒着寒冷低温等着下雪的游客 各个标准配备毛帽口罩 围巾保暖大外套 17号上午五岭低温 只有六度时间越晚 气温会越来越低 而天羽路滑开车打滑事故频传 警方现场严正以待 呼吁民众上山务必留意 罪行路况 河湾身上飘雨又刮长风 追血足想一堵银白的梦幻世界 恐怕还得再等等 解曾如成南投唱不倒